作词 李宗盛 净醒了一腻 绵绵咪咪 绵绵咪咪 醉在香风里 戒着你 戒着你 有太多诗句 已落在梦里 无前的余地 暂时了唇液 细细里 细细里里 洒满了回忆 全是你 全是你 我与神风归去 情缺不能逃避 想和你结尾沿衣 想和你共享天地 我在人间游戏 樱花漫过天际 为你吹去场地 把你守在我怀里 为你吹去场地 把你守在我怀里 把你守在我怀里 解决了 恭喜你 伙许在这里 老爺 刘楚玉 刘楚玉 今天的事 一定和你有关吧 你没有地方可去了 什么东西 有毒的 贱人 监控 然后 有毒的 说 叫 这 这个 这个 是 刘楚瑜 给我解药 刘楚瑜 你我夫妻一场 给我解药 我就放你走 我有话要对你说 当日真的 有那么雨天 听见了 刘楚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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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性云露 天意如此 人力又该是如何阻挡的 湘东王寿太皇太后令 楚狂主 今已平定 好 好 好 看来还有一个活口 化院 你装死 将军别杀我 别杀我 将军别杀我啊 别杀我啊 将军饶命 我知道仙主在哪儿 我带你们去找他好不好 别杀我 别杀我啊 皇主已除 在里面 今已平定 我什么都不知道 别杀我啊 别杀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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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官军已除 湘东王 不 陛下 你已是新军了 参见陛下 参见陛下 请陛下主持大局 我别杀我 功夫 就此后 但哪儿 我希望 要许 这 你们 不许 不许 证悦 有个很公主 晋语 不许 否 信 你 还不送陛下进太极殿 等等 刘子叶哪 我说刘子叶哪 抬上来 刘子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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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刘子叶的骨头全切碎了 刘子叶 刘子叶铃未诸 刘子叶 承蒙先帝恩典 将皇帝托付于我 我一直尽心尽力地辅佐他 谁知刘子叶昏庸无度 整个大宋危在旦夕 此时此刻 我怎能再顾惜自己的性命 而袖手旁观 所以 诸位 刘子叶残暴不仁 滥杀无辜 在座哪一个 没有受过他的羞辱 为了大宋 为了百姓 我们只能废了这个昏君 另立民主 湘东王仁德传遍天下 还有谁比他更合适 诸位 随我一起参见陛下吧 他刘豫算是什么陛下 你们刺杀了皇帝 不过是一群乱臣贼子罢了 来人 退去 是 陛下 宋将军回来了 陛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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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宋将军回来了 陛下 宋将军回来了 宋月 在我心中 你一直都是一个 萧永善战的能臣 宋将军 只是遇上了刘子叶这个昏君 才干了那些受人诟病之事 只要你痛改前非 好好做事 之前的事 我既往不救 刘子叶虽然死了 但是他的党羽众多 你若能为大宋一一铲除 也算是将功折罪 我还会给你嘉奖 放你出去做刺使 宋境内所有繁荣昌盛的大军任你挑选 刘子叶已经死了 你要为他陪葬吗 参见陛下 参见陛下 刘子叶的弟弟刘子尚 余丸凶残 天理不容 而那刘楚玉 荒唐放大 惠乱恭维 传我的旨意 命二人即刻自尽 陛下 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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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陛下 陛下 万福金安 陛下 万福金安 抓住他 你 你们是谁啊 你们要干吗 你是公主府门客 怎会在这里 公主都跑了 我当然要跑了 她去哪儿了 公主怎么还没有回来 怎么办啊 这是公主的姓吗 里面说什么 没事 她叫我好好照顾你们 可否让我看一下 好 你干什么 公主料定还原不肯离开 她在信上说了 即便她没能赶来 也千万不能回头 那我们也不能丢下她呀 公主有她的想法 不是我不等 而是不能等 再不走就怕走不了了 为什么 公主 救我 柳哥哥 柳桑 把她抬上了 果然没骗我 救我 好吧 我就给你个痛快 柳桑 看来公主 看来公主就在马车上吗 公主不在 你们都是公主的亲信 能抓到你们 也是大功一戒 那就要看你们有没有这个本事 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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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伯公 老公 方哥哥 数年不见 宗将军风采一旧 是你 荣誌 你就打算一直 缩在马车里同我讲话吗 这可不像是待客之道 宗将军说得对 这里风景极佳 正是绝好的埋谷之地 埋谷 你的我的 将军觉得呢 宗将军曾和去世的天师 一同围剿过我 那一百二十名士兵的墓地 和现在的你比还差得多 今时不同往日 今日 你未必能杀得了我 那你可以试试看 这三年来 我的剑法是进步了还是退步了 你未必能杀了 你未必能杀了 是 你未必能杀了 他 你未必能杀了 你未必能杀了 是 你未必能杀了 那一百二十五 他 他的 是 是 是 宗将军又要顾忌重施了 走 将军 自被天如月所伤 武功半飞 一直靠药为吃 没逼楚瑜离开 又停止服药 我坚持不了多久 快走 那方才 自然是骗他的 快走 你果然是在虚张上市 容池 你该死 我早料到你会趋而复返 你太大意了 你是不是觉得伤口又痛又痒 你竟然有毒 这毒虽然缓慢 但死状极层 你若想活命 就回去找个大夫好好疗伤吧 走 公主 庄臣 快走 此地不宜交流 快 来 香东王 你为何要杀朱雀 朱雀三番四次地摇摆不定 害我险些陷入柳子叶的圈套 你说他该不该死啊 就算他该死 那也由天机阁来处置 更由不得你擅自做主 你是不是忘了一件事 我已经是皇帝了 你什么意思 莫非你想过何差桥 你就不怕 别人把你弑君的事情公布天下 到那个时候 谁都知道你来位不正 来人哪 把他给我绑了 杨玉 你干什么 天机阁派人刺杀皇上 我率军保护了剑康 这就是真相 把他带下去 你 刘子爷 你不得好死 十二弟 你这是什么表情啊 是对我刚才做的 有意见 十一哥 不 陛下 您的英明决断 臣弟 不敢有意见 十二弟啊 你对我的帮助 我一直记在心里 你就放心吧 倒是这个天机阁 他日必成心腹大患 理应斩草除肝 给我搜 报告将军 不见天机阁主 什么 天机阁内众儿文件 也全都不见了 包括皇上指定要的 来往舒寒 马上封闭剑康城 挨家挨户地搜索 不论生死 调集士兵百人 随我去城外搜索 神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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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救命啊 救我啊 神兄 宋将军 陛下 有紧急军情 下去吧 未突袭怀袭 我军死三万人 军前刻不容缓 请陛下即刻发兵救援 混账 王哥哥 你醒了 皇送的 你别冲动啊 刚才我们被宗月追捕 是荣哥哥救了我们 把他们打退了 手 降 降 公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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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没事吧 出了健康就不要再叫我公主了 叫我楚玉就行 宫里发生什么事情了吗 皇宫发生了变故 皇帝死了 新登基的是湘东王 公主 我还以为你不会和我们一起走了呢 我当然舍不得小刘桑了 皇帝 手指 你别夸了我两次 剑上根本没毒 自己蠢 怪得了谁啊 我不把你挂成肉片 难解我心头之恨 只怕你这第三趟也白跑 周人慕虎 周人慕虎 你剩了埋伏 出来吧 宇文雄见过郎主 宗月 这次我可没骗你 备战 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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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敌人兵枪马装 我们又中了埋伏 不可应聘 他今天戏耍了我三次 我一定要杀了他 他们是什么人 二位真要和我纠缠 可就误了军情战事 什么意思 此人巧舌如祸 一个字都不能写 沈兄 你缠住其他人 这个荣旨交给我 二位将军 大魏兵分两路 攻击怀西 数万鞭鸣被掠 你说什么 皇上急仗二位将军 回朝商议对策 宗将军 这次你信了吗 好了 不要再纠缠了 军情战事要紧 撒 走 走 帮主 可要追击 不必 健康既已失变 心地早晚除掉此人 我们又何必费功夫 莫香呢 请 梁君 姓不辱命 怎么是你 你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 是荣旨派你来的 你们到底背着 我在策划什么 荣旨 你是不是该给个解释 公主 可否借一步说谎 有什么事 就在这儿说吧 那天我听到了 什么 刘楚秀 和你对我 你装睡的 是 所以借一步说谎 在此之前 可否先让我借这一步啊 贺绝 这儿 是要来杀我吗 一级未重 就算任务失败 我也不会再杀你 今天 我只想弄清楚一件事情 荣旨 你与花错结识 是故意 还是偶然 我与他初次相逢 发现他武艺颇高 我刚好被困于公主府 只是顺手一用 花错因为欣赏你 为你与天师挑战 结果身负重伤 被迫困在公主府 你是不是早就可以 治好他的伤 时间拖得越久 他对我越感激 也越能为我效力 何乐而不为 没想到你竟然承认得 这么爽快 昔日留下他 不过是身旁缺少帮手 今日我逃脱牢笼 他桀骜不驯 留他有何用 好 荣旨 我把你当作最好的朋友 你却一直利用我 践踏我的尊严 到了没有利用价值的时候 你就一脚踢开 今天 你要为此付出代价 你 走 你 皇哥哥 快过去 危险 可 可是他们 你别动了 越挣扎伤得越重 忠旨 你为什么要骗我 我把你当成挚友 为你出生入死 你却这样待我 为什么 你回答我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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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你不认识 你不认识 因为你有利用价值 荣耻 你真是个没有心的怪物 我诅咒你 你终有一日 也会尝到付出真心 却被人欺之如履的痛苦 因为爱别离求不得 而失措发狂 到那个时候 你就会知道 肝肠寸断 心碎易死的滋味 现在 你杀了我吧 你杀了我吧 荣耻 他是你的朋友 你就眼睁睁看着他死吗 放开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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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开 删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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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若活着 余生都会来选你报仇 我若死了 就算化作厉鬼 也要日日夜夜纠缠诅咒你 你若不杀我 一定会后悔 请离 公主 容之冷酷无情 在他身上花费心血 得不到半点真心 希望公主不要像我一样 被人当成傻子 玩弄于鼓掌 是 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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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家 我用残忍的手段来措摸她 待她冷静下来 自会活矣 也算报答她 这两年的相伴之情 公主 你要干什么 就像你刚才说的 我们借一步说话吧 好 公主 不用担心 郎君 不要跟来 不认识 陛下 皇爷 皇爷 陛下 皇爷 皇爷 陛下 你能当了皇上 王妃也做了皇后 那我呢 我 你呀 皇爷 我怎么可能放了你呢 那我就封你做贵妃 臣贵妃 真的 谢陛下 你们都想封妃是吗 对啊 好 谁先把身上的这件衣服褪去 我就封谁做妃 好 陛下 你可别食言 我都 皇后 你干吗呢 今天我荣灯 今天我荣灯 我荣灯大宝 所有的人 都是来庆祝的 都是来快乐的 你一个人在那儿闷闷不乐的什么意思 皇后 你听到我跟你说话吗 陛下 你要寻欢作乐的法子多的是 把我找起这些孤嫂子妹脱衣娶乐 这简直是无法无天 立随 你们刘家的欢乐 疼真是与众不同啊 你 滚 都给我滚 把这个贱人给我带下去 没有一个人 懂得我 陛下 陛下 何必生气呢 皇后向来都如此端着 有我陪着你不就好了吗 是啊 妙灯 也就你 是我的节语花 这样 要是你为我生了儿子 我就理他为太子 可惜呀 这宫里姊妹无数 竟然无以人能生下孩子 倒叫陛下失望了 十二弟 你是不是刚生了个儿子 是 是 是 好 非常好 我把这个媚人赐给你了 陛下 万万不可 这是您的爱妃 我不能要啊 陛下 妾 这可是你的人 怎么能赐予他呢 妙灯 就借你的肚子一用 怀了太子 我马上就把你接回来 陛下 这 臣 臣万万不敢啊 不敢 我就杀了你 陛下 妾离开你 就等于失劫 那还怎么再回到你的身边嘛 失劫是小 宗似师大 要是没有太子 我怎么坐稳这个皇位 对 妙灯 崴了神域 就立刻告诉我 陛下 臣又及时起奏 你们先下去吧 是 是 容旨 王一支被迫逃亡 既然被刺杀 是不是你所为 是 王一支如何发现你不对劲的 我不吃香肉 什么 鲜卑人不吃香肉 王一支山上那锅汤 我一口都没碰 你是大魏人 我在大魏长大 后来被天如月设计 一身武功半废 求于公主府 一个人的健康被摧毁 自由被剥夺 尊严被践踏 是不是很有意思 那你为何不杀了公主 凭你的能耐 应该有很多次机会吧 既来职责安置 况且公主对我有利用价值 我明白了 当初我拉拢健康士族 是你请来中年年 毁了我的生育 我劝法师不要杀人 是你放出童谣 除掉戴法兴 我让天如镜帮我 是你挑唆何迈逼宫 法师再次大开杀戒 王一支怀疑你 你就将他赶出健康 就连既然都不放过 法师的皇位还有性命 都丢掉了 全是你在推波助兰 我 刘豫 天机阁 都是棋子对不对 你可以翻手为云 覆手为羽 顷刻之间天下一注 看来你都明白了 还不止 刘豫的皇位来路不正 刘氏子孙将人人效仿 迟早天下会大乱 这样的话 大卫就可以趁机攻城掠地 大获全胜了 荣旨 你有一颗强大的 凌驾于一切之上的心 真是太了不起了 现在 我有最后一个问题要问你 你说吧 荣旨 我喜欢你 你有没有一点喜欢我 没有 一点都没有 那你之前关心我 都是骗我的了 都是骗你的 多谢 你不恨我 不恨 我只是一个运气很不好的人 身在皇室 却被生生母亲抛弃了 好不容易有了养父母 却险些成为荒年时期的粮食 拥有姊妹 最终也都失去了 第一次喜欢上一个人 居然还喜欢错了 荣旨 喜欢你是我愿意 如今离开你 也是我自愿 既然你不喜欢我 那我也不喜欢你好了 就这么简单 就如今 你以为我 是您的 从今往后 我们一刀两断 见面不识 因我就此分开 青山律世 后会无期 青山律世 你这是做什么 我终于能离开健康 你应该高兴才是啊 你喜欢荣耻 还原 对于我来说 生存才是最重要的 从前我都是为别人而活 从现在开始 我要为自己活 所以就算失去爱情 也没什么呀 你们原本打算去哪儿 我的冀州安排了一所宅院 可供大家安身 冀州 长延道大营引营市 冀州地处村位边境 越是危险的地方 就越是安全 好啊 那我们就去冀州 马夫马夫快带走 我们去冀州 好的 去吗 路之轻 打赴 avour 检 有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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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